基段食 不用洗臉洗臉 不化妝 和不用潤膚品 其實這個說法是值得相確的 首先我們先說不塗潤膚膏 因為秋冬的天氣 某部分油脂分泌不足夠 如果不塗潤膚膏 確實會令皮膚更加敏感 另外不化妝 只有小部分化妝品會刺激到我們生暗瘡 現代大部分化妝品成分 都不會刺激我們皮膚生暗瘡 另外用清水洗臉 如果皮膚油脂分泌比較多 甚至香港空氣比較污染 死皮堵塞毛孔 用清水都未必能徹底清潔皮膚 毛孔阻塞也會導致暗瘡形成 暗瘡形成就是我們的紅性賀爾蒙 刺激我們的油脂腺分泌增加 油份不斷分泌 但在毛囊的瓶頸位就受到死皮堵塞 下面不斷穀油 上面又出不到 存在的油份會刺激皮膚發炎 引致細菌感染 而暗瘡的嚴重程度 簡單來說可以分為輕度、中度和重度 輕度說暗瘡數目少於20粒 重度大於100粒 中度是20至100粒之間 坊間亦有些傳聞說 一有暗瘡就要吃口服A酸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因為暗瘡治療視乎嚴重程度 輕的暗瘡只需要外途的暗瘡藥膏已經足夠了 A酸確實是治療暗瘡很有效 但附帶亦會有多些副作用 例如懷孕期間不能吃A酸 因為導致K胎 而且吃A酸時皮膚都會乾燥些 因為藥理會收乾皮膚的油份 皮膚乾燥會令嘴唇爆裂 有時嘴角會發炎 甚至乎生少少濕疹 輕微暗瘡可以用外途藥膏 而外途藥膏一線的藥物 是用外途A酸 A酸的藥理就是加速皮膚生存代謝 使死皮更容易脫落 而達到疏通毛孔的效果 另外A酸也可以抑制暗瘡菌之長 以及可以幫助消炎 A酸疏通毛孔之後 藥膏的另一種成分 Benzoyl Peroxide 可以幫助抑制暗瘡細菌 Benzoyl Peroxide 更容易被吸收 達到雙負雙城的效果 增加治療暗瘡效率